星球的早期是由气体剧烈碰撞所主宰,和反应渐渐的开始了,这使得演化成熟的星球能够稳定的搬出能量,并且施施数百万年,弹头仰望清晰的夜空,远离成是烟火,人们可以看到宇宙中分布了数不尽的恒星,自然解释如何让这些白星沉积在我们的银河系中。 星球在宇宙产生后,距今一百亿年,二百亿年仍然不断的诞生,这些星球又是如何产生到,在年轻的星球转变为成熟稳定星球如太阳的过程中,又经历了那些变化。 以物理学家的论点而言,一个星球恒星,只不过是一团受重力束缚的高热气体球,它内部的高热与压力,使得气体球内部产生可反应,主要事情聚变成汗,可反应产生的压力,使星球不会受重力作用而继续收缩。 这种简单的系统能够清楚地描述星球演化的过程,刚开始是一团星际气体慢慢收缩而便利,到最后星球将所有的荷染料消耗完,使光度逐渐变暗而形成白矮星,中子星或黑洞。 以上的描述似乎会使人以为,早期星球演化的各个细节,应该很容易了解,但是事实不然,例如在考虑亮度变化的过程中,尚未进入主续星的年轻星球,因为内部温度太低,无法进行和聚变反应,理论上这个阶段的星球亮度应该是最低的。 当它进入主续星阶段,核聚变反应逐渐开始,它的亮度也逐渐增加,最后再变暗,事实上,一些年轻的星球是非常亮的,它的亮度随年纪增加而变弱,当亮度达到最小之时,核聚变反应才开始,这与预测的完全不同。 早期星球的物理过程非常复杂,有些部分至今仍然不清楚,直到最近20年,才有前文学家,开始将各个片段的理论现象连接起来,形成一个完整的物理图像。 分子云的收缩过程,在银河盘面上,一团气体透过本身的重力收缩,而逐渐形成星球。 这团体积大并且可见光不易穿透的气体,称作巨大分子云。 分子云表示,气体主要分子状态的氢气所组成。 这个分子云是银河系中最大的结构,直径大于300光年。 星球通常在分子云中较为稠溺的区域中诞生。 这稠溺的区域称为稠溺河,一般天文学家是利用无线电波望远镜,来研究稠溺河的特性。 因为只有用这种大型的无线电波望远镜,才能侦测到发自分子云微弱的毫米电磁波。 这种辐射并不是来自氢分子本身,而是来自核内的其他分子,如CO、CS。 由这些分子发出的辐射可知,稠溺河密度为每立方厘米约3万个氢分子,温度约为ARC。 研究者可有以上的数据推算出,稠溺河的压力,刚好可抵挡住本身的重力收缩。 因此一个星球的形成,必须由稍不稳定状态开始收缩而形成稍不稳定,指的是重力稍微大于气体压力。 稠溺河本身如何在分子云中收缩达到稍不稳定的原因,并不清楚,即使如此,天文物理学家仍然有其他工具,可以研究星球的形成。 在19世纪90年代发现稠溺河之前,理论学家就曾利用电脑模拟,推断星球如何在不稳定状态下收缩,利用电脑做模拟实验时,每次模拟都假设不同的初始条件。 但每个结果都显示分子云,并不是剧烈的不稳定收缩。 也就是说,中心物质先进入如自由落体般的收缩状态,外面的气体仍然保持静止,收缩区域渐渐地由中心向外扩散。 在收缩区域的中心,一颗恒星经由分子碰撞而形成,恒星本身只近约一个光鸟,大约是稠溺河的千分之一。 由于体积太小,至今仍不能清楚地观测到它的收缩过程,唯一能观测的只是质量流入中心的速度。 这个流量指的是单位时间内流过一分子云中心,为原心的一甲小圆球可面低质量。 关于这一点,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徐霞生院士,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。 它利用自我相似性的假说证明,质量流入中心的速度,只取决于分子云刚开始的温度,温度愈高,速率愈大。 它的研究结果显示,正在收缩的稠密核中心,一个太阳大小的物质的流入,需十万年,一百万年。 在收缩分子云中形成的物体成为原始星球,比较流行的原始星球理论,起源于1969年,耶鲁大学的拉伸在电脑中模拟一团分子云,如何收缩成星体。 它发现理论上可以在分子云收缩过程中,将原始星球与分子云完全隔离开来。 也就是说研究者可采取比较奇怪的边界条件,四周不断有质量流入系统,将原始星球当作一颗孤立的星球,而完全忽略掉分子云其他区域。 天文学家利用这套方法,可以研究不同的流量,对原始星球演化的效应。 1980年,学院是极西北大学的他运配,首先利用这种方法研究,一个太阳质量的原始星球的特性。 1990年,华生理工学院的斯塔勒与帕拉合作,利用这种方式研究质量更大的原始星球特性。 原始星球,通过电脑模拟,天文学家现在已发展出一套理论来描述原始星球。 他们发现当流人的气体已高速撞击到原始星球时,并不是缓慢地落到了原始星球表面,而是在原始星球外形成震波,以阻止气体撞到表面。 当气体进入震波内,会被加热到百万摄氏度,然后气体透过辐射降温到一万度,然后才一层层的沉积在原始星球表面。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年轻的星球会非常亮,假如原始星球累积到一个太阳的质量,但气体碰到震波前产生的亮度是太阳的六倍,六十倍。 这超长的亮度,并不是来自于核聚变反应,而是来自物质受重力收缩而形成的动能。 原始星球的亮度可观测到,但并不能从光学望远近看到,所有在星际空间的气体,包括分子云,都含有尘埃。 一种次微米大小的固体粒子,当光子从震波前向外流出,时会撞伤跟着气体向内收缩的尘埃。 这些尘埃无法掉的人是星球表面,因为震波内的高热,可以将尘埃蒸发掉。 天文学家称此尘埃蒸发的区域为不透明缝气区,远离此区域的地方温度较低,所以尘埃并不会被蒸发。 较冷的尘埃吸收震波产生的光子,然后重新辐射出波长较长的电磁波,这些电磁波又被更远的尘埃吸收,然后再辐射。 这些光子不断的在分子云内被尘埃再吸收,再辐射,直到光子的平均波长,落在红外线霸霉之外。 这时光子的位置大约在零原始星球几个光石的区域,成为尘埃光球层。 光子的波长,依下到连尘埃都无法吸收,此后光子可以不受阻碍的,自由地飞到地球的红外线天文望远镜里。 即使用最先进的观测器,天文学家也不敢确定望远镜是否接收到来自原始星球的红外线信号。 1983年,红外线天文卫星发射升空,得到数以千计的红外线浮射影像,有些影像毫无疑问就是原始星球,其他则无法分辨,是来自年老的星球,还是隐藏在尘埃气体内的原始星球。 若要进一步变证,就得观测红外线源附近的多普勒位移,多普勒位移可以找到气体流动的速度,证明红外线源是否为原始星球。 当聚变反应,当原始星球吸收到足够的气体,质量达到太阳质量十分之一时,中心温度足以产生核聚变反应。 不过原始星球内部的核聚变反应,与主续星的核聚变反应不同。 主续星是一种中年的星球,就像太阳一样,处在长时间平衡状态的星球。 主要的核聚变是氢的核聚变,氢原子是宇宙中最常见的成分。 大爆炸产生的氢原子,主要是由一个单一质子组成。 但是在约十万个氢原子中会有两个刀,刀是由一个质子,一个中子组成,刀一直到今天都存在于星际气体之中。 更重要的是,这一点点不纯的成分在原始星球的生命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 原始星球内部温度上不足热道使氢原子产生核聚变反应。 氢原子的核聚变反应需要几千万摄氏度,但通过重力搜索,原始星球很容易就达到刀聚变的温度,刀聚变反应也会产生大量的能量。 这些能量以辐射的方式向外传播,但是原始星球附近的物质太过稠密,辐射性无法直接穿透出去,造成星球对流不稳定的现象。 就像滚烫的开水一样,气泡不断受到核聚变反应加热而生到表面。 在原始星球中,这种循环的对流漩涡,会将掉落在表面的刀带到中心,然后产生聚变反应,产生了大量的热能。 这种对流循环的现象,可以不断提供能量来源,亦保值中心继续反应。 当原始星球得到足够的质量,达到两倍的太阳质量。 这种对流循环便有不同的运作方式。 帕拉与斯坦勒最近发现,在它内部区域,有一层薄球窍会变成透明,越不经过对流,就可直接以辐射方式传出。 但是上升及下降的气体无法穿透这一辐射障碍。 紧接着,聚变反应很快将辐射障碍内的刀用完。 新鲜的刀只有只堆积在辐射障碍的表面。 渐渐的,表面越来越热,最后也可以进行刀聚变反应。 这气泡从燃烧壳开始上升,顺着它们的路线升到云气表面,然后下沉到燃烧壳,完成补充原量的一个循环。 虽然只有少量刀进行聚变反应,它所产生的热,对原始星球有巨大的影响。 刀反应主要的效应是会造成原始星球膨胀,因为对流能够有效的传递能量。 刀的燃烧可使每个原始星球胀到某一特定大小,此特定大小取决于每个原始星球的质量。 根据计算一个太阳质量的原始星球可胀到太阳的五倍,三个太阳质量的原始星球则胀到十倍。 前注续听,典型筹密合的质量一般都大于恒星的质量,因此,一定有某种机制,可将多余质量扫走,并阻止质量不断由外面流入。 大部分天文学家现在相信,在原始星球表明会喷出强烈的星际风,可以将流人的质量吹走,慢慢的吹散整个稠密合。 星际风的想法,并不是来自于理论的计算。 由于广泛的观测到温济云从红外线源流入的现象,因此,构想原始星球上也会有类似太阳光的现象。 这种星际风上会直接观测到,但它一定比主视听所喷出的星际风潮。 当丑密合被吹散后,暴露出来的物体能用可见光观测,成为前主续星。 像原始星球一样,前主续星也非常亮。 同样的,重力是造成强亮度的主因,星球内部的压力,使得星球不会有自由落体般的收缩,而维持持压力的热量从表面辐射出去,就造成了星球非常亮,而收缩却很缓慢。 前主续星也像原始星球一样处于对流浮稳定,但是它的物理机制却不相同。 一般而言,当星球温度由中心到表面降低得很快时,就会产生对流不稳定。 在原始星球中,刀在中心聚变,产生大量的热,造成对流。 但当原始星球演化到前主续星,刀已经燃烧殆尽。 在前主续星内变化大的温度梯度,主要来自于强烈的亮度,表面大量的辐射散出,造成星球表面冷却,而内部受到物质的隔绝,使得温度维持不变。 这种内外温度剧烈的变化,造成对流不稳定。 当星球继续演化,亮度逐渐变暗,对流不稳定的区域也逐渐变小。 现今太阳对流区域只剩半径的30%,漩涡上上下下地运动,形成太阳表面米粒状的结构。 当星球变得更加稠密,它的内部温度逐渐稳定地上升到千万摄氏度,这时氢原子开始聚变成海,所放出的热量提供足够的压力。 是收缩停止,星球变进入主续星的阶段,就如我们的太阳。 典型氢聚变反应的星球,大约花三千万年的时间,由于是星球收缩到现在的大小, 星聚变所放出的热量,科室体积维持50亿年不变。 吸气盘,描述星球诞生的模型中,有一个重要的副产品,也就是环绕四周的吸气盘。 专家相信,这些盘状结构提供行星系统形成的原料,不论是何种过程,当收缩开始进行, 稠密和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旋转。 在旋转的核心中,搅动量较大的气体,未在离旋转周较远的位置,当收缩的区域向外传播,它会绝掉较远的气体。 这些气体便开始向中心掉落,但它并不会撞上原始星球,而是在原始星球四周做轨道运动,形成弹撞结构。 1976年加州大神洛杉矶分校的乌尔瑞克,于1981年美国航空航天局爱美研究中心的凯森和穆斯曼, 对象中心掉落的气体,会从原始星球一道盘状结构的现象,分别提出数学理论。 凯森和穆斯曼,首次研究了吸气盘的物理特性。 比如说,吸气盘大小及表面温度,不仅这些研究可以解释行星如何形成,而且最近观测证实盘状结构确实存在。 1987年,贝克威斯和沙金特观测,T-T-HLT-U附近的液氧化碳谱线, 他们认为这谱线来自直径好几个光州的低质量的盘状结构,令一项吸气盘存在的证据比较间接, 且致争异性。 理论学者认为某些体,常如星被观测的特性,是可以用盘状结构来解释。 根据1974年贝尔和普林格尔的原始构想,研究人员大多认为,之所以星球有过多的红外线、紫外线, 其原因是盘状结构不断将质量传到了星球中心。 假如物质想要以螺旋装轨迹掉到星球表面,它一定利用某种方式释放角动量。 贝尔和普林格尔假释盘状结构内,有某种不确定的摩擦力。 当相拟气体相互摩擦,摩擦力会使转速较慢的气体减慢,而逐渐向中心搜索, 就像人造微星的轨道,因为大气阻力而逐渐变小,摩擦造成的热闹,形成红外线。 紫外线则来自盘状结构与星球之间狭窄,高热的区域。 这区域有较强的摩擦力阻止气体的运动,利用这种模型的描述。 科学家可以得到许多语体,调为星符合的现象,即使理论学家多年的努力, 但这些模型所需要的那个摩擦力,仍然没有令人可信的解释。 比如说,计算显示一般分子气体的摩擦力太小,无法有效的使气体掉入星球中心。 大自然的蛛丝马迹,最近,所有直接或进阶的观测都显示,盘状结构的质量,只是中心质量的一小部分。 也许只有百分之几,或更少,理论学家发现的事实正受到挑战。 假如盘状结构是旋转物质收缩而形成,为什么当星球形成后,这过程马上停止? 假如地区有星际风,将这个收缩阶段停住,这是否表示盘状结构的形成与造成星际风的原因有重要的关联?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,但是这些未解决的问题,通过理论和观测的双重努力,应该是了解整个现象的关键。 假如我们能把握住大自然留给我们的线索,便可以连接这些线索,完成关于年轻星球的故事。 而大自然所遗留的线索,就在我们的头顶上,在清晰的夜空中闪烁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